那我们那时候呢 深入生活呢 确实是特别艰苦 一个人 我是到大连去深入生活 我住在大连的红旗造船厂 每天都吃玉米面 我在兵团我待了八年呢 我当农业工人我当了八年呢 对不对 我也没天天吃玉米面 那么还有的时候 我到新疆去深入生活 那个艰苦的道 不是吃那个玉米面 他老让你吃那羊蚁巴油 这个羊蚁巴炖了以后 这个油 他给你弄成一条 拿手拿着 他给你搁嘴边上 来吧 这是我们最好的 来 请你把它吃下去 你说你吃不吃 你说 他在你前头 碰到你嘴边上 旁边那个翻译 就跟我说 不要嚼 不要嚼 拖了 拖了 我就拖了一下去了 因为它是盘着腿坐在那个帐篷里吧 我往这边去 我就发现肚子的咕噜 我往这边来 我往这边去 咕噜 他要上这边来 我这总感觉它在那边存在 现在我们一说啊 听下来 哎呦 这有意思 就吃点这个波波颤虾酱 都觉得是一种体验 对 但其实是因为今天你到那去 你就吃一顿 吃完了 你又回酒店吃好的了 因为你走到哪儿 你要跟人适用生活 你就跟人打成一片 那时候叫 同吃同住同劳动 相声要靠着一种精神 叫做吃苦的精神 精打细磨的精神 吃苦 才能出好作品 张先生 您觉得 马济先生跟侯宝林大师 他们两个人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的侯宝林先生呢 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相声 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他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等于在进化相声当中 他有一种文化自觉 他觉得哪个该说 哪个不该说 我现在家里边还留了一段 非常珍贵的录音 他讲那个空城记 平常司马一唱 平常猪宾一边俩 今儿为什么 一边一个一边撒 几枚弄眼你全不怕 还得老夫我把你拉 过来呗 在过去演这段相声 是要加骂人的 几枚弄眼你全都不怕 还得老夫我把你拉 过来呗 孙子 他再加一个骂人的话 他这个骂人一句 孙子呢 他呢就等于跟他那个 那个威严劲啊 他等于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可是后来 侯伯林想了 他说非得去骂人吗 今儿弄眼你全不怕 换得老夫我把你拉拔 你给我过来吧 就过来吧 三个字 其实场上已经哄堂大笑了 他说已经有了效果了 你为什么非得要去 加一个骂人的话呢 在那种环境下 我们的老乡有这种文化自觉 有这种高度的这种审美观 它是很难得的 所以在传统相声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去粗存精 去尾存真 就开始有了一段 可以继承的这样一个传统 我的传统相声的基础并不厚 但是我每一段相声 就是传统相声 都是跟马基老师那儿学来的 他对我们传统相声 包袱那种技法的那种 继承的 跟一般的人并不一样 有很多很关键 很看劫的东西 他点给你 本来咱们认为不是包袱的 你按照他的眼就是包袱 山东豆发 用山东话讲 九四高亮随啊 最阴线最腿 一般说也笑 但是马基老师说 必须把身子摇混起来 摇到什么程度呢 摇到就是 你手要不摸的东西就站不住 九四高亮随啊 是最阴线最腿 你不扶着他就倒了 这样你说我演最鬼的画 我就不会觉得像这个 就这样这样 这样 就这样就是啊 他一定是 老想摸 他老想摸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说马基老师 也是一个里程碑 他这些里程碑 是建立在 怎么样用这些传统的段子 来表现 今天我们的生活内容 让老百姓感觉到 每一个笑料 都发生在我的身边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